今天不是美麗有本人 你現在看的是美麗人生 今天美麗人生難得不是在那個車上開始 為什麼 因為我們接到了一個業配 我們在做的事情不要跟酒有關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開車 所以我就走路過來 然後用了一個非常巴熱的開頭 那今天來找我們的廠商叫做三字喉 那他要我們去一間他們指定的酒吧 因為他們指定酒吧裡面有指定的調酒 然後你們如果去喝 你們就可以得到他們的小禮 那今天有酒嘛 大家一定會說 酒是不是跟N.C.君一樣 N.C.君他們也拍過 喔好 然後呢 我剛才先咬叉 先咬叉 推 再往後推 再一次 N.C.君 他也拍過三隻喉子的業配 但是N.C.君拍的是家庭製調酒 我們的不一樣 我們要做我們就要做到最完美的調酒 我們今天要去做 練習做一個Bartender 所以等一下 我們就前往那個酒吧 然後去跟他學 怎麼樣做一個Bartender Bartender需要做什麼樣的姿勢 才會變成真正的Bartender OK 走 各位朋友我們現在已經到了糖果爸爸指定要我們在的這個地方了 就是這一間 Another Run 我要進去找裡面的Bartender 他叫V仔 他也剛好是我的朋友 真的很剛好 就是我以前在做衣服的時候認識的朋友 他 要教我怎麼調酒 那 我現在要進去上班 OK 我要上 今天爸爸要我們到酒吧裡面來 我們就來酒吧裡面 然後所以我就找了我朋友 他叫V仔 老師 老師好 我想問一下 做一個Bartender 如果要帥的話 最基本需要一些什麼東西呢 如果說 不講調酒技術的話 你要先很會跟客人聊天 沒有 我們是講調酒技術 我們就是要單純來學調酒的技術 你選三個 最主要的 有 已經有想好三個 設計三款調節 用三款手法 那在這個之前 你可以教我一下 像 你們是拿這種 這個叫 G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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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G格通常你們 就這個倒酒 你們通常都怎麼倒 在哪的時候 看它通常會是這個樣子 是這樣子拿 這樣子拿 你看 你看我 這邊它會抵 這樣子抵著 然後你就可以 這樣子下 這樣子下 對啦 這樣子 這樣子下 喔 只有一個雪克杯 借了一個檸檬汁 試試看 基本上 刻度很重要 比如說我要30的 我就一定要到30的那裡 它裡面有給刻度喔 所以你們不要再說8天的 都是隨便 比例亂加囉 也有人亂加的吧 蠻多的 喔 好了我要來囉 各位觀眾 然後這邊有一個斜的腳步 看到嗎 它就會倒下 等一下 喔 喔 就不會像露尿一樣 是不是 對 我吃囉 然後你們倒進去 是怎麼倒進去會比較帥 就是 來囉 帥吧 流出來了 流出來了嗎 年紀太久 年紀太久啦 有時候外面 就是會流出來一點點 嗯 好嚇喔 接下來 還有什麼東西很重要 就是倒酒的這個 今天帶來沙妹調酒 第一杯是用 shaker的方式 好 shaker 對 所以想說第一杯先帶你學shaker 喔 直接先做調酒 從做中學 對 來 坐坐坐 好 直接開始 我相信你的天分是可以 它在洗杯子 我洗杯子嗎 洗杯子 啊 現在是 欸 沒有 我就把杯子裡面洗乾淨 唉 是不是會常常弄手 可以吃 很特別 因為我們在做的時候 器具裡面的濕度很重啊 一定要把水汁都擦乾淨 算了 我們繼續開始 我今天帶來第一杯酒是 我們這家店自己發明 然後它剛好是用猴子的威士忌 特別的廚藝 等一下 今天我們在業配 要講一下講好 我們用的是三隻猴子的威士忌 我們今天是用三隻猴子的威士忌 各位朋友 就是這一次 三隻猴子的威士忌 嗯 很想喝 好 開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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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經正經正經 接下來你是用三隻猴子來做調酒 這一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叫做 就是我們會用很多的雞酒 再加一些風味進去 然後這是我們用三隻猴子威士忌 加了麻油 然後還有洛神花 你可以試一下它的味道 你把手打開 酒在我們口味味 會 在那上面 然後就試它的味道 欸 好會 有洛神風味 好會 帶你微微的麻油 這邊是我們店裡原創的 先做這個給大家 然後再來這個是 就跟剛剛那個完全是一樣的東西吧 這個是沒有加酒的洛神湯醬 洛神湯醬 好 再補一點洛神湯醬 這是什麼 再來就是咖啡 我加了一點的咖啡 咖啡 我這樣喝一下就會講咖啡 哇 咖啡話是什麼 沒事啊 就是 就是喝咖啡的人會講咖啡話 沒事 來 我們繼續 好 這是桑勝骨雞 吃的只加一點點 這只加一點點 這是隨意 沒有沒有 大概是它的一半再一半 大概是10ml OK 15的一半為什麼不是7.5 就接近10 你是不是在虎爛火 接近10 接近10 然後這是蘋果汁 蘋果汁 等一下就有我的事了嗎 等一下就有我的事了嗎 我們現在是Shaker Shaker 通常Shaker是 它有一個邏輯啊 剛剛讓你看一下等一下換你Shaker 我跟你講 我沒有要學簡單的 我要學就是學男的 你要學男的 那我等一下拿男的出來 男的可以 你也是男的啊 這就是等一下喝的容器 等一下喝的容器 它看起來好像很厲害 就對了 好 對不起 喔喔 喔 喔 你過來 對對對 南上加南 這個叫做五花肉 這杯叫五花肉 你好吃魚喔 如果想吃魚的朋友 他們就提供 魚的選項 這個叫做 喝茶吃魚 哈哈哈哈 你練一下Shaker好了 好 這個很冰 我手好痛喔 我叫聲關羊 不行不行 我可能就是這樣靠上去 等一下等一下 這樣子就靠上去 好冰 你如果沒有密閉好的話 你會搖的時候會 蛀蠻會噴出來 蛤 會舒服 會敲一下 會敲一下 然後就 就把他搶下來 泡 泡 要把他找過來 然後其實你要在跑 邏輯是讓他跟天罩在裡面轉 盡量不要敲碎他 然後讓他有空氣 跟空氣 對所以要產生泡 要泡 然後他何時要降低壓溫度 他們在裡面 打泡 邏輯是這樣嗎 算是跟空氣打泡 嗨 乾空氣喜歡 所以他邏輯有很多種 因為像這樣子跑 嗨 對 你說 我在聽 像這樣子跑的是一種 這樣子跑的是一種 這樣子跑 對 這樣子跑的是一種 喔 所以也可以這樣子 也可以這樣子 也可以這樣子 所以我是可以這樣 這樣對吧 這樣子 這樣不對嗎 這樣不對 那怎麼樣是正常 因為你這樣子 這樣子的時候 它就很容易破 很容易碎 很容易破 所以基本的就是 這樣就很濕的 好拼喔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 我發現他們小手都翹腳 這是他們唯一感受到溫柔的地方 這真的是他們唯一感受 他們整隻手 冰到一個不行 就是有些飲料 我們想要追求它的 冰度很冰的時候 它是咬到這邊都會結酸 然後有時候手跟這個都黏在一起 所以為什麼玉體 有些一上來會超冰超好喝 就是白天的它咬的功力 所以白天都很懂咬 白天的它可以控制這個東西 喔 看起來很專業吧 接下來我再教另外一個手法 就是這個東西吧 現在這個技巧叫做 STIR STIR 沒用液體前 我們都會做很多很多的練習 STIR 它是你看這個 一定要貼著這個杯子的牆壁 要貼著杯子的牆壁 要貼著杯子的牆壁 然後去轉它 然後是不能發出聲音文 以前發出聲音會被叫去 叫去幹 對叫去幹 然後我跟你講它有一個螺紋 所以它手是這樣子 這樣握 沒有錯是這樣子握 怎麼樣都會變這樣握 是這樣子我 叫老闆來把它叫去幹 幹活 我們在學這個技巧的時候 就是貼著杯子 完全不能發出聲音 只要發出敲到玻璃杯的聲音 就叫去幹 男上家人 把它先從頭 很怕被幹 但又很想被幹 你剛剛突然在裡面加了很多拼塊 因為我們接下來這一杯 就是要用這個東西做 首先我準備了 一樣是我們三隻猴子的東西 對一定要講名字 你就是要講全名什麼猴子 就是欠揍三隻猴子 這四十五末 這一杯不在我們店裡的酒補上 是我們團隊就會臨時想 在第一位猴子設計 三隻猴子設計了一杯條酒 對 等一下我跟你講 轉這個發聲音會被幹 你三隻猴子沒有講好我會幹你 接下來這是什麼 咖啡的粒口酒 然後這個是切骨木花 然後再加了少許的苦精 苦精液 調酒難 苦精液 吃苦精是簡單的 苦精是認真苦嗎 苦精是認真苦嗎 你是認真苦啊 你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而且它是酒 可以試試看嗎 可以可以換你 你一直在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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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直在我下面幹什麼啦 等一下喔 你不行那麼出力啦 不能啦 要出來了嗎 要出來了嗎 要出來了要出來了 他準備了一個東西叫做煙燻槍 然後他現在拿打我一勺 好開火 喔這個很拜拜 這拜拜的感覺很重 這是一個充滿福氣的酒 煙燻的效果基本上要用菌 它可以附著在上面 所以我趕快把我的冰塊放進去 它的味道才會進去 冰塊它殘留著二手煙 然後酒倒進去 風味就會釋放出來 喔說不簡單 原來是這個樣子 這邊很咖啡耶 欸好喝耶 繼續下一個 下一個 我拿去旁邊放哪 你一直走掉 你走掉他們都很難不畫面 你知道嗎 我想說我要去拿下一個要用的東西 你要去拿下一個要用的東西 你要找到獎啊 去去去去去去 OK 米娜長 他在準備下一個材料 然後我剛才有跟那個 他們的廚師講說 幫我處理餐 他有幫我處理 我們去拿 我們去看一下究竟有什麼果 我趕一下吃的就是鬆 但是你一個人要怎麼拿過去 怎麼拿過去 我這個先吃掉就好了 這樣就有手拿過是不是 那謝姨我們再幫我請一下 OK 可以嗎 準備差不多了嗎 可以可以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剛剛已經出三盤給我了 我手沒有那麼多 我只有兩隻手 所以我先把那個吃掉 因為這個叫做干貝漢堡 就是干貝裡面夾蟹肉棒 就螃蟹的肉棒 蟹肉棒棒 還有另外一個 他說這個叫杏鮑菇薯條 杏鮑菇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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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生牛肉棒 生牛肉夾蘋果棒 好 下一個你要教什麼 下一個我教的是最簡單的技巧 它叫做直條棒 我們加45ml的三隻猴子 三隻猴子先加45ml 好囉 欸 蓋起來幹什麼 我不是就是要用了嗎 要到囉 要到囉 要到了 我要到了 我到了 然後我再拿一個這個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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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酒的溫度下降 如果我們家沒有這個螺旋湯匙的話 我用筷子攪就可以了 來 師傅靠到你了 我看你轉 你看我轉 我看你轉 好看嗎 所以你們會動一個這個在手上 就是三隻猴子的味道 加蘇打水下去的話 主要是它的氣 你看 氣都把它攪掉了 這邊就沒那麼好喝 就沒有那麼小 屁啦 真的啦 我再攪一次看 這樣就是有發出聲音嗎 前面有 現在沒有 現在沒有 現在就有 沒力來 沒力來 你有拍到酒標嗎 韓國爸爸說這個很重要 對 D仔 就是我想要自己選第二杯 煙燻的那個 可以啊 那你想要燒什麼東西 我想要燒 你剛剛燒什麼我就燒什麼 嘿嘿 對不對 不然 你說骨灰嗎 哈哈哈哈 那一杯可以叫做九九重陽 哈哈哈 你剛剛燒的那個是什麼東西 木頭穴對不對 櫻桃木的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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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櫻桃木穴 你不能動 你就是用聲音講 好 大的東西加冰塊是不是 對對對 然後這個 欸不用不用不用 這不能 欸你這杯調皮 人家三隻猴子 就只有三隻猴子 我們其他九 不能放 這個45冒是不是 45冒 來 好 然後倒進去嗎 倒進去 OK掰喔 然後咧 這兩個都 就什麼這樣子 我已經這樣了 接下來把它死的 死的 死的死的 心中默默寫那個圈數 我覺得大概七八十 七八十圈 差不多 十 十一 十二 死的心比較好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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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有幾圈嗎 三七 哈哈哈哈 現在開始做 煙燻的手法 煙燻的手法 對 來 差不多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不太快你切了 對 不太快你切了 你要自己來嗎 沒有沒有沒有 來 趕快趕快趕快啊 趕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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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可能自己來 公公 啊你怎麼倒這麼帥 我怎麼倒很像老人尿尿 奇怪耶 幹嘛這樣喝人家喝過的啦 你是不是想過在一起 你最近剛拍完BL 真的假的 我那 哥沒事啊 我那不是那個 不要BL啦 好啊 我的好苦喔 其實重點是你要感受那個 三隻猴子的變化 三隻猴子可以做很多很多的發揮 今天就完了三款東西 你只要喝純Whisky 跟你去做一些手法去調整它的風味之後 不是 那個感受 欸 好強喔 那我也來 吃一個 你不吃啊 你在吧台裡面不會吃東西 靠猴腰 我聽他出去外面吃 身為專業的Patent 他們是不會在 吧台裡面吃東西 通常都不會 通常不會 然後剛剛老闆也說 吃了要發一杯香 老闆就很合理的 把這個小杯拿出來 又很剛好的 是三隻猴子 怎麼會這麼剛好 那三隻猴子今年又出了一個 這一個 新款的小杯 怎麼又這麼剛好 那還有一件事情 我剛剛覺得 我正在裡面 第一個我以前很餓 我心情在差了 然後我看到你調酒很帥 我心情又更差 再來我發現 你調酒的帥 並不是來自於你的技巧 讚 是你長得帥 我心情又更差了 既然我是在這個頻道 能做主一切的完美男人 我就做一件事 你現在馬上給我滾 好不好 謝謝你 但是我覺得你長得太帥 你不要再搶走我的風采 好不好 馬上給我滾 好 現在這個頻道最好看的人出現了 終於不會有人來搶走我的風馬 讓我們一起感謝 三隻猴子 感謝 三隻猴子 感謝 三隻猴子 那講到下杯 我們有最後一盤Shot需要調 但是 Visa被我請走了 那我們只好再請你一個 欸哥 麻煩你了 哥怎麼簽呼 好 駿哥 我們等一下要調的是Shot 對不對 對 三隻猴子特別的Shot 就是有一件心情很差的事情就是 貴單位的人都一定要長這麼高嗎 一定要長這麼高嗎 好 接下來我們要調的東西是什麼 這次活動特別去配的三隻猴子特調Shot 好我們會加入鐵觀音 鐵觀音 然後百香果汁 鐵觀音金 我嚇一跳鐵觀音 金 鐵觀音我就是我看到鐵觀音嚇一跳 沒錯 那下一個是百香果汁 百香果汁 百香果汁我就沒有嚇到 來 我就用一下走 佛手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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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花蜜 桂花蜜 等一下 這個蜜這麼稀喔 真的是蜜 有吧 光智慧畫面就看你這個九十女生會喜歡 一定要的啊 只要大眾都喜歡 就跟三隻猴子一樣 啊 好爽喔 我跟你講各位朋友 今天我們有驗賽 業配這一道 爸爸肯定過 那我們現在應該一開始要怎麼做 一開始就用剛剛學到的 Check的方式 既然搖不是我的專業 現在搖給你搖 然後你操縱我怎麼加 好 來囉 三隻猴子會是加多少 我們這裡加30cc 30 30cc 這樣子對不對 沒錯 下到小的 30就好 對 那下一個是 桂花蜜 下面一個是佛手乾的立佛酒 百香果汁 加20cc 20 靠呀 你們這個也是30 你就讓它在15跟30的中間 我猜它就是20 這樣子差不多吧 沒錯 這個是要加多少 這個加30cc 讓它比較有點差的味道 好 各位朋友 你們在家一定不可能沒事有百香果汁 你們家也不可能沒事有佛手乾的一口酒 你們家也不可能沒事有桂花蜜 但是你們家沒事可能會有一隻三隻猴子 你們家會有 要喝三隻猴子 你就去各個通路買 一定都買得到 但是你要喝這一款Shot 你就只能來這裡喝 like another one 看你懂了嗎 接下來下一步是 就可以加冰罐開始搖了 好你就加冰罐你就開始搖吧 我幫你加油 這部分真的 就這樣 就這樣 我想問一件事 你們通常啊 搖的次數都怎麼算 它倒皮墊的冰度的時候 我就會停下來 你以為之後發現那很簡單嗎 是經驗的聯繫 但是我跟你講 買三隻猴子很簡單 哈哈哈哈 狂業妹 狂業妹好爽喔 okokok 這樣子就可以倒 他要倒了要倒了 我倒嗎 你倒你倒 我倒了 倒這個部分你一定ok的 要倒囉 我要倒囉 欸顏色其實好像很漂亮的 等一下等一下 喔好冰很不爽 你們是激動人 你們是阿努斯瓦心格喔 看髒衣欸 我喝喝看喔 欸你喝酒怎麼自己喝 喔唐國外有說 三隻猴子不適合獨立 要就是一起喝 嗨 欸這個真的好爽 這個超好喝欸 欸 欸 來我跟你講你自己喝 真的很 真的很好喝 沒什麼酒感 但是有什麼 三隻猴子 很好 觀眾也爽到 湯國爸爸也爽到 謝謝 謝謝 今天來麻煩店家 做這件事情 我真的很抱歉 所以 我也沒什麼好送你 就這個送你 喔 那可以多來一點嗎 那有這個送你 嗯 這好送我們自己喝 欸 你 欸 經過高 今天你的唐國爸爸 就是三隻猴子 一隻兩隻 三隻猴子的 三隻猴子 這一次 三隻猴子 特別推出 來接一點的活動 活動時間 從8月22號到9月30號 活動方式 第一步 加入三隻猴子 來換放大套 Step 2 在指定的店家間指定的Monkey特條 再請店員收入 對換Monk 就可獲得虛擬指環一枚 Step 3 兩點虛擬指環可以換一杯Monkey 下大 配合的中指店家台北 有最好 新北有人文公法 台中有 AMPM 高雄有 三 三 在中指店家的指定時間點指定的Monkey特條 除了這個活動之外 三隻猴子 還準備更多的行李 也要送給你 詳細的資訊 請點下方 資訊啦 最後 堂鼓爸爸有一句話要我講 我的腸子 舊和猴子 到底怎麼人在外面